没有一个绿茶能逃过小S的发言 女生在台上发出奇怪的声音 小S直接看不下去了 刚去小迪琴我比较有把握 然后提他 二胡 可是你刚刚一直发出一些 很多上不了谈面的声音 女嘉宾一直抬高眼睛装无辜 被小S一眼看穿 眼睛不要这样子抬高的装无辜 放松 尽量放松 放松 是因为她刚刚放松的那个动作 有人性的女性是不可能做那个动作 可是我没有画门吗 那你起来看看 来我一下 每个动作精致的状态 因为她会好像战斧我一样 刚刚刘海很重 所以杨娃娃被风吹到 刘海莫不轻松的 其实你好厉害 那一位女生用甲子音 对现场男嘉宾疯狂输出 我是女朋友 你甲精致 那我太痛了 哎呦 那他就不玩了 你精神状态是精神状态 我要确定一下 因为你很多行径 都不是人类会做出来的 女嘉宾说话肢体语言过于丰富 小S立刻开队 杨千佩算是小S见过最强的绿茶 不仅让别人的老公给自己送礼物 还觉得理所当然 她生日的时候我送她一只手表 我也没讲 我觉得就是送礼物而已 她三个小孩都在场 可是那时候好像她不知道我送你什么 她不知道 而且我爸妈妈也在场 送手表就代表你对这个人的爱意非常多 没有吧 她只是礼物的其中一个品项而已 你根本就不能送别人的礼物啊 你傻啊你 你就没送过 生日以后不能送啊 眼看解释不清楚了 就使出终极大招 以后大家不要做朋友 这样子 我这样觉得 不得不说 台妹真的很会啊